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是黄春琳 我们今天一样的跟大家来分享 姓名与风水方面的部分 我们希望应用老祖宗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大家 姓名很重要 我常常讲姓名两三字 好坏一辈子 所以姓名能够影响到我们的财观 影响到我们的婚姻感情 影响到我们的性格 影响到我们的摘节或乎 这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取好名字 让好名好运来 那怎样取好名字呢 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本身来讲一定要配合八字 所以我们在取名字的时候 一定要配合你的线线八字 因为你的生成八字 不管用指挥斗数还是指名八字 你名字一定要配合生成八字 这样的话才知道说这个八字中的缺点 我们用名字怎么补 比如说八字中的婚姻感情不好 那我们用名字帮它补起来 或者是说这个你的个性很强硬 那怎么样把它这个取一个温和的名字 来补强 这个就是要配合你的现天八字 假如说你离开的这个八字 你取的名字其实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我们要配合它的笔画数 因为八十一灵动数笔画 所以我们笔画一定要全部都挤 因为全部都挤呢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它的运程方面都蛮顺的 那再来 再过来我们要它的这个五行 我们的五行呢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一定要属于香生 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 这样的连环相生 那本身来讲你的气血就通顺 再来第四个 你的生肖一定要对 孝龙的一定要给它水 你给它五穀他不喜欢 孝俗的你给它白天 他不喜欢他喜欢晚上 所以它五行你的喜剂 你是不是符合了生肖 这个羊的牛的这些猪的这些都是属于五穀 那你给它这个 给它肉吃那就不好了 这个是 所以告诉你生肖一定要合 生肖一定要合 第五个 一定要有没有财格 因为正财偏财很重要 这很重要 你的名字中有没有正财 到底有没有偏财 那我这里讲的偏财是指你投资 做事业的情况 所以我们请 请我们的朋友 帮我分享一下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 能够看到这个节目 希望这个节目 能够带给大家 能够了解我们的命运 我们怎么样屈局避凶 我们怎么样 让自己 站在一个奇宝点上 而且是属于掌握 你的人生的优缺点 然后来改进 那你本身的人生就运成顺了 所以我们的好朋友们 请帮我分享出去 那 这个就是有更多的人 能看到我这个节目 好 我在讲的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一定要配合圣神八字 第二个 比划数一定要几 第三个 五行进木水火堵 一定要相生 第四个 就是你的生肖一定要合 再过来就是正财偏财很重要 因为我所谓的偏财就是你的投资 做生意 给你的更旺 那再过来第六个 就是有没有走运 因为这个名字很重要 假如说你的名字有走运的话 你会辅助你的八字的不足 因为八字有时候是走了弱运 走了衰运 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要提高我们的 就是我们用名字来提高我们的八字的能量 所以我们看任何事情 都要用正能量来看事情 所以我们尽量 要用国王的心态 我们不要用魔王的心态来看事情 很多人看事情都用正面的观念 所以他能够成功 那有一些人 他用负面的东西来看事情 做最坏的打算 没想到说 这个什么 就是说 最坏的打算 这个并没有什么错 但是呢 你要先了解 我们要怎么样 让我们成功 那就是说 你的什么 你一定要成功 所以坚持就是能够成功 但是你的坚持是不是对了吗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说 我们假如说取名字 改名字 我们必须要配合这个六个条件 给大家做参考一下 请大家帮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朋友 来分享我们的这个 这个节目 那 好 再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 这个八字 八字本身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古人讲 一命 二印 三风水 四积德 五读书 就是说 我再强调就是说 命运本身来讲 是掌握在我们手里 所以 所以我们 假如我们知命长运 那我们怎么样 知命长运呢 我们就要配合 我们的生成八字 我们的指微斗数 我们的指评八字 来看看你命中 到底的人生 到底怎样 你是不是有公教人员的命 还是你本身来讲 是属于企业家的命 还是你本身来讲 是做医生的命 那就是你八字中的一个 一个运程 就是说 你配合他 你成功率就比较高 那假如说你是背持他 那本人不行 所以命很重要 命运中 比如说你喜欢的是火 那你比较喜欢到 这个南马去 或者比较到柔佛去 这边去发展 对你来讲 就会很好的一个帮助 因为什么 你的五行的喜迹 你喜欢 你就会走 所以说我们讲人生的规划 八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一样 我们要到达 这个三百位的话 我们就会跟大家来 这个结言 这个如意 这个指诵不卖 就是我要 这个如意是做什么呢 就是配合你的生成八字 比如说你八字中的婚姻感情 就是说正观 就是说正观 女生的正观不见了 那在这个如意中 我们就补正观 那你的八字里面缺火 那就用金钻 火的金钻 红色的金钻 来补它 或者是你的八字五行 行客太重 我们就用合来化解它 合啊 三合六合三会 来化解它 所以我们把这个要素 放进如意里面 那经过开光以后呢 就是说能够达到提升运势 能够辟邪 然后呢 增望财观的目的 这给大家参考 所以那为什么要用如意呢 如意本身来讲 它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古代是由前葬而产生的 这个等一下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介绍 那最重要的是 请大家帮我分享出去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知道这个直播 那很重要的 接着我们要再来看 就是说 这个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属于叫做先天八卦 先天八卦 这个 我们都知道 先天八卦本身来讲 就避邪的 避邪的 所以说 先天八卦为主 那后天八卦为勇 所以先天八卦 又称为 叫做福西八卦 这个 后天八卦 又名为 就是后天八卦 又称为文王八卦 以后天为勇 先天为体 所以 什么叫体呢 最重要 我们常常 小朋友 假如说 去哪里玩 可能说 会有一些 不干净的东西 他可能带那个 带那个一个福令 那福令中 可能就是 法器中 可能就会有先天八卦 这个 那 这个先天八卦 本身来讲 用在辟邪 蛮不错的 就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这个先天八卦 叫做福西八卦 早在 这个 炎古时代 就有了 那到文王创八卦 八卦加八卦 就是 一金六十四卦 一金 一金 是被儒家 公奉为秦金之首 所以说他非常的崇高 那 地位非常崇高 那他本身在讲 两个卦加起来就是 就是八八六十四卦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风水啊 需要用到这个八卦 比如说 比如说你本身在讲 你的这个 这个全方 西北方 西北方本身在讲有缺角 那可能你本身在讲 就是说 宅主他的运程会受影响 还有脑神经衰弱 那流年走到的地方 可能就会产生不好 比如说 狗年啊 猪年啊 你在西北方有缺角 那你就比较弱了 一样的 假如你家中有缺角 或者是 或者缺在南方 那南方是主心脏 主眼睛 那假如同样的 你看出去你的外面哦 的南方哦 有尖尖的那个那个 那个煞的位置 比如说铁塔 或者电杆 那你要注意一下 刻印在我们的这个家里的 可能就会有血液 眼睛 心脏方面的问题 这个叫做八卦 当然八卦也可以用来什么 就是用来这个占卜 比如说我今天哦 那占卜都是用先天八卦 这个一为钱 二为对 三为离 四为正 五为训 六为侃 七为更 八为坤 用这个先天八卦 来这个测算 比如说我今天要决定一个事情 比如说 我决定了一个事情 比如说 我决定了 那我想一下 我想说我要补一个卦 那我就随便 我就决三个数字 比如说 一二三 一二三 我们就知道说 哦 你的那个卦象告诉你说 你本身在讲 一就是钱卦 这个 那一个卦就是迅卦 迅下断 钱呢 钱为天 这个迅呢 迅为风 天空 那这个就变成什么意思 就变成天空 购卦 所以说 这个假如你出去 出去谈事情 你要注意 因为购卦 代表地购 代表说 就会有这个桃花的事情发生 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并不是在普卦 所以说跟大家讲一下说 现天八卦 其实很好用的 它可以用在这个普卦上面 也可以用在这个梅花玉树 也可以放在用益金六四卦 这个占卜 好 这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现在 来开始 请大家 帮我分享出去 让我本身呢 这个 来跟大家做一个服务 分享出去 在我们的主页上 按赞 好吗 那这样我活动 都可以传达到你那边去 希望我的朋友 帮我按我的主页 按赞 然后分享出去 让我们来批算你的这个 生成八字 那 还有这个 性命学 那我当然要稍微介绍我自己 那我 担不点时间 我介绍我自己 我本身 我是黄春林 我本身有三十年的风水命理经验 那我本身呢 目前是马来西亚全球益金风水命理学院的院长 我必须讲 全球益金风水命理学院 是设在槟城 北海这边 那 我也是台湾东方益理哲学教育研究会的 现任理事长 那 我本身毕业于中国南开 中国这个天津南开大学的 经济所硕士 那我本身也毕业于这个 台湾的佛光大学 未来所的硕士 我本身有出版十本书 这十本书 那 书本身在这边 这个 书本 这个地方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十本书 那我在读佛光大学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硕士论文 我把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硕士论文 你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硕士论文 这个是在台湾教育部的硕博士里面都有出 那我本身 我就是写的是 中国 中国传统风水理论 以未来性的发展之研究 以建筑景观为例 这个是我的硕士论文 这都教授签名 好 好了 那我们来看第一位好吗 第一位的朋友 请大家帮我分享出去 希望说 由于你的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朋友知道 来 我先来 第一位朋友 林金福先生 来 林先生 双木林 是八话 金 是八话 这个福 这个 十四话 所以我们看一下 林金福先生 他的名字到底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来 这个是 所以名字很重要 名字的比划数不可以凶 因为名字的比划数 只要凶的话 那这样对 对他这个财观运 可能就会有影响 你看这位 林先生 你要注意一下 你本身在讲 这个的财库有破掉 财库破掉 所以说 还有这个亲情上面 会比较淡薄 所以说你要注意 家庭的温馨 跟孩子进入互动 要特别注意 还有 跟家里的亲子关系 家庭 还有你的财库也有问题 财库也比较弱一点 还有一个员工部署 比较差一点 那总格三十话 是对你本身来讲 晚年的感情 世界会有影响 所以说你要特别注意 你今年四十岁 要迈入晚年 那就要到五十六岁以后 不过咧 总格的凶是 每一件事情 最后的结果 就商业利益的时候 比如说你谈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 可能是有重大的利益 结果得出来的结果 并不满意 就是因为什么 你总格的凶 这个是 所以说你有凶 而且本身来讲 你这个名字的缺点 又有一个东西 我们五行不可以相克 我刚刚讲过了 木不可以克十六化的土 土要土不可以夸 扣这个九化的水 木克土 土克水 叫做连环相克 这个财官就受损了 那你本身来讲 你是1980年的 一月九号 因为1980年 你是没有超过二月四号 所以你的八字 应该就是属羊 丁丑 然后心 心事 所以你是蛮不错的 因为你是属于性命的人 心是属精 精是属于装饰饰品 所以说你本身来讲 你本身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 就是说 就是什么 非常的好 包括说你说话方面的 气质上面的好 那本身最重要是说 你事情会想在前面 造成自己的困扰 所以说这个会有一个烦恼在 那通常因为属精 所以要注意烦恼的事情 那你这个筋是属肺 所以身体上的那个鼻子气管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基本上 你因为你本身这个 这个是你的正观 所以正观在你的夫妻宫 代表老婆方面可以帮忙 但是重点是 有没有 你的这个 你本来带两个裤会理财 结果理到最后便没有财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丑味 财库一冲开来 牛跟羊两个对冲 那财就破了 那财就破了 财就不见了 所以非常重要的 这个名字的财库有破掉 那你是什么命的呢 我刚刚讲过 你是属于精命的人 精命的人 那你羊呢 羊用精可不可以呢 因为羊本身的五行 它是属土 土中带火 所以说难免 难免的话 这朋友上面要租一下 大部的朋友都不错 但少数的朋友 你要少小心 还有跟老婆的关系 可能大部的时间都不错 可是总会有一些 这个吵架啦 沟通不良啦 这一类的 因为它带有一种火在里面 会有磕到 但是基本上这个筋还可以用 那再来看喔 这个符呢 符记的符 因为符记的符 是四字盘 这个四是代表什么 四代表彩衣 假如羊披彩衣 就是牺牲付出 所以说你这是帮人家打江山 因为你有平原有田 这个羊喜欢 所以你的事业还不错 可是呢 做了半天呢 是做给别人的 做了半天呢 都帮人家付出 帮员工创造就业机会 帮老板打江山 这个就是苦 没问题 但是能舍就能得啦 所以说你这个要注意加油喔 因为你是五行相克 财官会有阻碍 所以说你一定要有更专业 更正面的东西来提升你的能量 你就会成功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 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 能够给我批算 那我尽量 尽量 好来 我们看一下零 零慧琴小姐 零慧琴 零是八话 这个慧是五话 这个琴是十二话 所以我们把它加起来 看这个名字的情况怎样 所以我们也欢迎你的朋友 共同进来 然后来这个分享之后 我都愿意跟他批 批这个 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个名字的一个吉凶 他的财官怎样 这是非常重要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名字 到底好不好呢 我们名字要注意 我们取的时候不要只是起 这个比划数集而已 不可以只是起比划数集 这样不好 因为不是只有比划数集而已 就一样而已 你看 林慧琴小姐 你注意看一下 你本身来讲 你的五行 这个属于金 这个是属于火 这个属于水 你看你的五行里面 这个是火克金 这个是水克火 所以这个叫做天格克人格 人格克地格 水克火我个金 代表什么事 代表你的财官受阻 而且女生的五行相克 也会影响到婚姻感情 所以说注意 你这个婚姻上面 要非常非常小心 你今年 但是还好你今年是 你已经54岁了 所以说 该过的也过了 54岁了 所以说 但是这个会影响到 你的身体机能 因为你的气血不通 所以说气血不通 那就会有很多的 一个小毛病存在 因为像我们人 筋骨不好 气不通 那本身来讲 毛病就很多 那去检查又没有病 所以说 这个有点缺点在这边 要注意的 好 那因为你是1965年的 所以说 1965年的那个 4月10号 所以你是生肖属蛇的 即是庚臣 这个家务 好 你看一下 所以说你本身那样 你是假命的人 假木命的人 所以说 你蛮有慈爱之心的 因为假命的人 本身心比较软 他有先天的一个格局 所以有大将之风 那是脚踏实地的人 喜欢目前工作 可是男生 男生在目前是很好 女生在目前要注意 有时候事业成功的女人 有时候在婚姻感情上面 可能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人很正直 蛮有爱心的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你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三官 所以你真的 在我们的名字上面 有发现说 你的婚姻感情这一块 你要很付出 然后你的付出 未必能够得到代价 但是就是有舍能得 你能做给他 反而是好 不要人家做给你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三官 坐在夫妻宫 不是那么刚好 不是那么好 那你本身这边 有一个偏财在这边 这个偏财本身来讲 代表说你先 偏财在这边 代表说你可以做生意 代表说你跟父亲 父亲是你命中的贵人 所以假如说你接近父亲 那父亲本身来讲 就是说对你来讲 就有很好的帮助力 就是给你参考一下 因为你今年五十四岁 这个名字五行相克 这个很可惜 这个不利 那你因为属蛇 蛇用这个慧不能用 因为慧是花慧是草木 这个蛇喜欢吃肉 不喜欢吃这个草木 这个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情 这个情你要注意看 这个日蛇 喜欢晚上的 他不喜欢白天的 所以有日他怕 所以你的钱都一直漏掉 用在家庭上面 用在这个子女上 很可惜 那你这个当家做主 这个主 这个主 因为蛇本身不是龙 所以他当家做主之后 就是说代表说 你都替人家打江山的 所以你很适合跟你的老公 帮助他打江山 但是你自己做的话 会比较辛苦 这个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 你这个名字一定要做调整 心中要调整 了解吗 然后你的付出没有关系 老天看得到的 将来孩子会孝顺你的 所以说没有关系 所以说虽然有一些问题 但是健康顾好 因为健康 就是最大的本钱 这个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病前无孝子 长期的生病 未必会出孝子 不过我相信说 你提早知道 你就能够健康起来 就没有问题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我们接着来看 请我们朋友帮我分享出去 那我希望说 我们 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 这个刚讲这个如意 就是这个如意 叫金如意 因为如意 能够让你世世如意 因为如意在以前的时候 古代的时候 这个如意 如意在古时候的时候 是皇帝 征送给外国使节 或者是说达官 这个富豪 这个本身就是 送礼好的一个 这个吉祥物品 所以我想讲 世世如意 那这个如意 有金如意 跟银如意两种 你看一下这个 金如意跟银如意 这个如意 这是代表的一种 它能够辟邪 它能够健康 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假如说 分享了 我们有三百个 我们的电脑就会自动 抽这个 幸运的两位 希望说 这个如意 能带给你 非常好的运气 它能够提升运气 能够辟邪 来 我们再来继续再看 下一位朋友 我们再看下一个 是陈文秀 这个陈文秀 这个陈文秀 是女生 男生 这个是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 因为我刚刚讲过 我昨天有讲过 就是说 男人取你名是富贵 女人取男名 就比较劳碌辛苦 所以说陈文秀 这个秀 这个陈是十六画 文是四画 这个秀 是七画 所以我们现在把他的 天格地格人格 把它 这个写起来 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先 鉴定他的笔画数 到底是几还是凶 那 我们看看 来 我们看陈文秀先生 来 因为你的名字里面 这个人格二十画 是凶的 这个也是凶的 所以已经告诉你了 你的名字本身来讲 并不是很好 并不是 因为什么 因为人格是代表中年的你 也就是四十五岁以前的你 这个是四十六岁以后的你 所以这两个都是凶的话 代表你的财官 会有问题 而且二十画 跟二十七画 都比较容易换小人 小人 所以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做到最后 就是说江山一片 口袋空空 所以说你的财 漏掉是很正常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本身来讲 你这个二十画 这个素有雪光意外 所以你驾车开车 一定要慢一点 那二十画 也代表亲情上面 要注意 跟你的老婆 跟你的孩子 要多互动 多关心你的父母亲 因为二十画这个素 比较淡薄 这个你要自己去改变它 你只要能改变它 反而就是好事情 这个 那因为你是1957年的 因为1957年 这个已经是属于 迈入晚年的 所以说你要注意 1957年的 十月十七 所以你是生肖素属 丁有姬 庚虚 任虚 那我们就知道 你这个任虚的话 你命格中有带奎缸 奎缸最好不要吃牛肉跟狗肉 那就是连汤也不要喝 对你来讲会比较好 以免影响到你的这个 这个财官 这个东西有带奎缸的意思 好 我们再来看 那因为你鸡的话用蚊 这个出头不错 你跟你配偶的关系不错 可是你的知心朋友不多 因为鸡在跑的话 代表逃命 所以说你内心世界 有时候情绪成无不定 所以说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 每天都快快乐乐的生活 因为你已经62岁了 很多工作很多心事都应该放下来的 这个 所以这个 那秀对你来讲也不错 这个五骨 再一把五骨 乃是代表五骨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五骨吃不完 是很好的 但是很可惜 就是你的比划数凶 所以说你的晚年的方面 你要注意一下 二计划是刚刚讲说换小人 那夫妻关系方面 要稍微注意一下 改善关系 那这个钱要管好 那最终二计划的身体比较虚 所以你要顾好健康 那你是因为你是认水命的 本来你认水命的人 本身来讲是可以做生意的 你本身来讲就是非常聪明 然后不会有心机 包容性很好 人也也不错 但是问题是说 因为你已经62岁 也就是说也该退休了 不适合再做生意了 那你现在就顾好健康就好 因为你的夫妻宫 从屋两个 然后这个经济以前泪双流 所以说把家庭顾好 一切都顺了 好我们再来看 我们看下一个 请等大家帮我分享一下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 来看收看这个直播 那让我们了解一下老祖宗的智慧 因为我们有讨论到八字的部分 我们有讨论到性命学的部分 那我们有讲到风水的部分 那我希望说 我希望说你的风水有没有 你有任何有风水方面的问题 其实在中间的阶段 你都可以提问 那假如说有人讲说 那我这个折日的问题呢 可不可以 可以 假如说我能回答你的 我就可以回答你 像我们很喜欢就是显日子 要显什么日子最好 有人讲说老师 要显什么日子好 一般我们在显的时候 就显麒麟日 显什么 天色日 以后有没有机会 再跟大家来讲 什么叫天色日 OK 好 那我们再来 因为天色日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用天色日去拜拜 或者去动功 你可以破解一些小人 观飞 甚至于说 因为天色日是 这个赦免 就是说上天赦免 人们犯错了一个日子 所以说 好好的应用天色日 是非常好的 这是折日的部分 这个 所以很多人问说 请问 我结婚 为什么要折日 那有的人就开玩笑啊 就是说 为什么你要折日 因为以后没有好日子 其实事实上不是 因为折了好日子 那能够更好 我们所谓的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 所以说 这个我们做 不管我们今天是开张 我们今天不管是安神 或者我们是入宅 或者甚至我们结婚 我们订婚 我们哪车子 都要找好好的日子 OK 好 我们就有机会 我来跟大家再来分享 那请大家帮我分享出去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 我们在这个 这 来可以直播中 你可以问一些问题 那我们可以啊 尽量有 能够回答你的 我就回答你 不能回答的 那可能 就是说 我们私底下 在PM也可以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张慧萱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小姐的 这个比较年轻的 张慧 看一下 这个张慧萱 这个十一话 惠是五话 这个轩是十三 所以我们取名字 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个孩子很重要 就是说 他有没有 他假如好的名字 以后带给他人生 会有很好的运程 那假如说 你给他不好的名字 那就很麻烦 将来会遇到一些挫折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注意 这个孩子是2012年的 就是说 我们他是生肖属龙的 任成 来 假成 这个丁士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张小妹妹本身来讲 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是丁火命的人 丁火的其实不错 就是说 蛮有第六感的 就是说 但是你会照你自己的意思 先入为主 来看事情 那有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太先入为主 也不见得很好 所以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那你本身有第六感 你本身来讲 是蛮不错的 会照顾人家 所以心地蛮善良的 这个丁火就是 就是 你跟宗教有缘 所以说 你可以拜 这个拜 观音 天主 耶稣都可以 跟宗教有缘 就是你诚心 你就得到 明明中的一个助力 一个庇佑 那你要注意 这个我们 我们张小妹妹本身要注意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属于商官 不 抱歉 不是 是劫财 所以说 从小要养成 存钱的习惯 因为 因为你的日住里面有带劫财 劫财有两个 一个就是告诉你说 你的个性会比较强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你钱很容易不见 所以从小要养成节俭的习惯 长大以后呢 就要加强理财 所以父母亲不要随便给这个孩子 很多钱 给他花习惯以后 浪费掉以后 就糟糕了 所以说我们知道 八字就是要看住你先天的缺点 我们针对先天的缺点 把它补起来 那就没有事情了 那这个 这个是他的 这个要注意一下 因为女生不太喜欢 三观带太重 你看这个三观蛮重的 三观蛮重的 因为女生的三观太重的话 尽量要注意 在交男朋友的时候 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女生最重要是婚姻 所以希望说 名字能够把它找好的因缘 让这个名字来补八字的不足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八字婚姻上有问题 我们看他这个能不能补呢 我们看一下 因为龙 龙用这个绘 这个是花绘的绘 是属于植物 对龙来讲他不喜欢 所以说整个人际关系方面 人际 人缘人际方面 或者婚姻上面 就比较有瑕疵 就是说不够好 不好 不好 所以说没有补到 你看 你的婚姻工位不强 然后再过来我们看 龙啊 龙本身用这个鲜可不可以 可以用 因为龙得日夜长明珠 龙啊 宝盖头虽然小一点 但还好 因为女生 事业不用做很大嘛 所以有日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鲜啊 就是因为他是十三话 十三话第三个字外格要加一变十四 所以说这个十四话就变成凶 所以哦 我们张慧轩哦 要注意哦 这个意外雪光 还有交的朋友要小心 尤其是他的八字 有上官太重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最好能够大学哦 大学开始才交 那个男朋友 不要太早交 不过这个名字 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瑕疵 你看他的贵人都比较少 他的长辈贵人不多 他五行相克 所以说这个是他的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给他养成节俭习惯理财 然后脾气哦 要稍微温和一点 因为他是丁火蜜的人 难免脾气比较强一点哦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所以我们针对他八字的一个性格 跟他的名字是这样分析的哦 所以请哦 请我们的朋友哦 把我分享出去 我希望哦 在今天有没有 有更多的朋友 来进来哦 让我批算 我希望说 在我的主页能够按赞 这样的话 我们有任何的活动 就可以哦 通知你啊 跟你的朋友 我们一起共同来哦 来这个 这个 了解 或者是我们研究 我们文化哦 我们中华文化 老祖宗的智慧哦 好 我们接着 我们再来看哦 这个是王丽儿 所以我们的朋友哦 假如说 万一说没有批算到 没关系 你下一次的时候哦 再进来哦 因为我们哦 就是说哦 这个 因为人数哦 就是蛮多的哦 大家都希望批 但是我尽量哦 尽量哦 谢谢 好 来我们看看王哦 王四话哦 这个栗哦 栗 栗加起来哦 是十三 这是儿 好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儿是实话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名字到底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很注意的 名字的啊 笔画数是很重要的 有一些人说名字不重要 笔画不重要 笔画不重要 其实是不对的 名字的笔画数哦 它影响到你的财官运 这个非常重要的 像这个名字哦 本身来讲哦 他 看一下哦 咦 因为你是1977年的哦 就是4月28号的 所以你的八字是蛇的 丁氏 甲成 还有乙氏乙卯 好 好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因为你是乙命的人 乙命的人 乙木命的人 因为乙命的人 本身来讲哦 他是适合幕后的工作 所以你比较不适合当老板的工作 那你本身来讲哦 你的能力哦 应该是蛮不错的 而且你适合做业务型的一个工作 所以说 这个 在业务上面你可以 你可以胜任的 那 但是哦 你要注意一下哦 你旁边这个量是劫财耶 因为在业住劫财 因为业住劫财 业住的位置是代表父母亲啊 尤其是父亲啊 因为劫财会克偏财克正财 所以代表什么事呢 代表你跟你的父亲的互动 要多注意一下 在理财上面一定要加强 因为哦 因为你的理财能力哦 这会影响到你以后的续财 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 要小心哦 那再过来哦 所以说你是乙木的人哦 不错 满心地善良 因为这个木啊 本来讲就是非常有心 心持哦 心持善良 蛮不错的 但是问题是哦 你要注意一下哦 就是说 呃 你是属于哦 幕后工作 比较不适合幕前哦 也就是说 不能不适合当老板 好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哦 那这个 因为生肖属蛇 那蛇用这个草原可不可以 可以 用这个刀 刀是武器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那蛇呢 蛇用你代表自己可不可以 可以 那个蛇代表我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这个名字的生肖是对的 所以说 生肖学是我们其中一个重点 所以一定要哦 呃 名字一定要配合 所以说基本上没有 至于说这个哦 和哦 那代表阴阳人哦 那那那世界上很少 所以不需要理会他 所以说这个名字 得生肖学是对的 但是这个名字还是有瑕疵 为什么有瑕疵 你看哦 为家庭牺牲很多 火克金 上面来克你 所以说你变成很累 很累 所以这财哦 比较容易跑掉 要注意 刚好你的八字的财 也很容易不见 那再过来总格 总格是凶 总格是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结果 所以呃 所以美美重要的商业利益 谈判 这些那有可能 有没有 有可能哦 你的利益变少了 因为总格不好 那总格也是代表晚人运 所以你今年才28岁 所以说哦 你要很注意一下 呃 呃 在呃 跟父母亲的关系要改善 尤其是父亲 呃 另外呢 呃 就是说另外这个哦 这个二计划是感情问题 所以感情方面呢 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 呃 呃 这个呃 理性的去教哦 你的那个异性朋友 哦 将来婚姻感情上面 呃 你一定要非常理性才可以哦 好 给你参考一下 好 这个 啊 啊 我们看啊 下一个哦 冯哦 这个冯加文 小姐 我们看一下冯 冯哦 是十 这个十二话哦 家 十四话 呃 这个文 是十二话 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名字的 呃 呃 就是十三 呃 人格啊 是二十六 呃 地格是二十六 好 加起来总共是三十八 好 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名字到底是怎样哦 他的吉凶如何 我们女生的名字哦 本身来讲 必会哦 三十三跟哦 呃 三十九 我刚才讲过 所以你要很注意哦 来 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要很小心 因为二十六话 这个数是桃花数 也是代表哦 但是很聪明 可是很容易换小人 所以这个你要非常注意一下 你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中年之前 比较容易挫折 中年之前啊 哦 挫折比较多 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今年才二十八岁 所谓的中年 就是四十五岁 这个阶段 这个中年 那这个 这个是付出多 回报少 叫做得名不得利 所以你看哦 所以说你这个哦 你这个名字三十八话 这个数得名也不错啦 有名 那利会比较少一点 那最重要是 你这个不可以凶 因为地格的凶 代表说 代表说你的 你的这个员工部署不得利 你凡事都亲力亲为 是蛮辛苦的 那二十六话 这个数跟二十 这个 这个两个二十六都是代表婚姻 婚姻关系方面的问题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你因为你本身是一九九一年的哦 这个我们看一下哦 一九九一年的哦 就是欣慰 对哦 秉申 好 魁害 好 那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的日住是魁 这个魁本身来讲 就是比较有点挑剔 好 比较完美 哦 哦 所以说 交朋友方面的话 不要再挑剔对方 那结婚之后 哦 要整一点闭一只眼 尽量从大处来看 哦 不要导致击小细节 将你会 哦 就是会不舒服 哦 就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所以我们的 那你本身来讲 这个地方是你的正财哦 正财 所以哦 这个日住有正正财方面都不错的 包括正印 所以说你你这个好好的这个 人生方面的非常好耶 我觉得你这个八字本身来讲 哦 这个会能够成功 但是你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在婚姻这一块 你要小心 因为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哦 叫做哦 所以你的钱呢 要非常小心 在交朋友上面要注意 哦 在在夫妻沟通上面要注意 因为哦 这个是劫财 接下来在夫妻沟通 比较容易财 比较容易散掉 哦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哦 好 好 我们再看一下哦 哦 再来 这个 所以说这个名字的 羊呢 羊又开一个口 再开一个口 哦 这样的话有没有 羊什么时候开口 就是 我们讲说 名字叫嘎嘎嘛 就是牺牲付出 所以说哦 这个 洪家文呢 他比较熟以哦 为哦 为哦 为朋友牺牲付出 为朋友付出 牺牲 哦 这个是 哦 那 这个家哦 对于这个婚姻感情 哦 是可以的哦 不过就是说 刚刚讲过的 你是做劫财 你要注意一下哦 那再来哦 这个羊哦 不喜欢这个雨 下雨的雨 因为水哦 羊哦 羊怕水 所以说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那个 他的事业财官 就受到阻碍 就比较 不是那么理想 而且这个羊哦 在有脚的话 在跑 所以比较没有偏财 那比较没有财库 所以这时候你看哦 你的名字都带劫财 那是不是你的钱啊 就很容易不见了 所以说要注意的哦 那我们一样哦 我们请大家 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能够跟我们按赞 分享出去 有更多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结言 希望把这个老祖宗的智慧 传给大家知道 所以你的名字好不好 有没有财官应怎样 我们透过我们的分析 来了解哦 好 那 这个刚刚张慧轩哦 这个总格哦 总格本身来讲是凶吗 好 因为总格是 总格本是二九化这个数哦 因为 是这样子的 女生用 女生用二九哦 本身来讲 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哦 就是说 我们要注意一下哦 因为二九化这个数 是比较挑剔 比较稍微比较强一点哦 所以说 刚刚有一个 这个 他问他的名字的 这个 因为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凶 所以我们就 没有再问 没有再特别的讲哦 他是五化十三 张慧先教学 这个总格加起来哦 是二十九化 二九化这个是属于水 因为他 这个比较稍微什么 比较挑剔完美 他 他有挑剔 挑剔完美的意思 有挑剔完美的意思 所以说你在 在一些事情 一些事情 包括交朋友 包括一些事情上面的话 就是说 要稍微注意 人际关系的挑剔是最麻烦的 大家说你要求品质 那非常好 你一定很尽心尽力 要求品质 非常好 所以说你这个二十九化这个数 本身还可以啦 还可以 好 那我们这个就是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没有 没有特别给你解释了哦 所以我们非常重要的 来 我们现在来 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 这个孩子 我们都知道 望子成龙 望里成凤 那 我们要注意 这个文餐位 小孩子的读书 在哪里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因为什么 读书的书房 非常重要 书房一定要什么 我们再讲一下 我们 因为很多人不讲 很多家长他不知道 说是这个书房 应该怎么布局 才会好 第一件事情 书房 不要书房 你读书的地方 不要像的是厕所 因为 第一个 不可以面向厕所 整个凑掉 这非常重要的 不可以面向厕所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本身来讲 不可以被门冲 他记门来冲 因为书房不可以被门冲 因为孩子坐不住 所以说 变成说 这个很重要 另外 他不可以有 有很多的家长 为了省空间 其实他面向窗户 可是背后向门 面向窗户 背后向门 这是最省空间的 这是一般家长都喜欢做的 但是要注意一下 当你从后面进来之后 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 就是有可能 就是有可能 下到 他以后读书的时候 就不专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个书房 这个要注意一下 他不可以背 尽量不要背门 来 举个例子 来我们看一下 什么 一间书房在这边 你看 这里是窗户 窗户在这里 这个是我的门 好 那现在呢 像我把孩子的书都摆这里 我就摆这里 因为像阳读书 像阳光读书 是没有问题 但是有没有 哪一天 家长从这里进来 然后放一杯水给他 他突然在想 想数学问题 还是想思考什么问题 就突然吓一跳 以后他就不太专心 所以通常来讲 书桌的摆法 小空间够的话 我都建议 要这样摆 要这样摆 就是说 要让他什么 靠窗户 阳光 阳光本身来讲 射进来 这样子有没有 要适当的光线 来读书 然后又不会被 这个门 这个门所冲 所以这个书房 非常重要 书房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空间不够的 他以为是这样子 就是说 哎呀我桌子 就放到这里 我桌子放到这里 然后在这里 这样的话 这个门去冲桌子 那就不专心了 他不能专心 他不能专心 去读这个书 所以很重要的 然后呢 读书呢 也尽量不要在客厅 为什么不要在客厅呢 很重要 因为你知道在客厅 客厅那个电视啊 音响啊 人走来走去啊 怎么会专心呢 所以有一次 我在台北市 看一个风水 那就很奇怪 他们 他们家里通通 搬到客厅去读书 我就跟他讲说 这样读会 成绩会好吗 结果真的成绩不好 当然啦 你想也知道 所以我们读书 一定要在安静的地方 尽量不要吵杂的地方 不要闹的地方 然后阳光一定要适度 所以我们都知道 我们风水讲究的就是 阳光 空气 水 所以我们书房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阳光充足 但是也不能太亮 太热 孩子读不了书 所以说 太热的时候 太亮的时候 我们用窗帘 太热的时候 我们用冷气 帮他调和 或者用电扇 这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书房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书房本身在讲 也不能有厕所冲 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是面向厕所 这个地方是厕所 好了 我在这边读书 面向厕所 不行 或者是倒过来 我是背向厕所的 也不行 所以说我在这边读书 但是我的后面是厕所 书桌在这里 我的后面是厕所 也不行 所以说 我们在设计上的时候 我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书桌要注意 书桌要用木质的书桌 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要木 因为 因为 其实书就是木头 以前是木头做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重点在这边 书桌尽量没有例外的话 书桌 以木质的为主 以木质的 是最好的 最好的 那 尽量注意一下 要避免有这个声煞 我来讲的声音一定不行 假如 假如我们读书 有声煞 这个孩子不会读书的 不行 所以说有那个宜缸 宜缸 不要放在书房 还有什么呢 像这个 叫做我们所谓的 音响 这一类的 都不适合在书房 因为它无形状况 会震动到 所以读书要在哪里 安静的地方 所以非常重要的 安静 要静 这样的话 你的孩子才能够读书 非常重要的 那还有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本身来讲 那个厕所的门 不要冲到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在这边读书 这边有开一个门 这个门 这个门呢 我废气会进来 那这个小孩子 对小孩子健康也不好 这个是非常非常注意的 要注意的 然后你这个书桌 的那个脚 也不能被射到 有的人很重视 那个桌脚 那个 比如说厕所 厕所有个脚 去射到这个书桌 这样的话也不行 这样的话有没有 就不好了 就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书桌 我们书桌的位置 的白法是这样的 尽量不要有那个轮椅的 有的 有的 有的那个朋友 他的那个 他的孩子读书的时候 给他那个有轮椅的 像在办公室的轮椅 这样推来推去的 他不能专心 不能安定 所以尽量用 尽量用这个 这个不动的 那椅子 当然这样就很好了 好 那一样的 再讲一次 这个书房的那个光线不能太强 因为光线太强的话 有没有 心会很烦 那尽量不要靠着这个阳台 落地窗的位置比较危险 要注意一下 好 这是我们给跟你跟你分享一下的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下一位朋友 叫廖正洪 先生 我们看一下这个廖 十四话 这个正 提手旁 十一话 这个洪 洪 洪是十七 所以我们现在把他的名字 把他写 分析 人格 地格 总格加起来 四十二话 就是先吉 后凶 这外格是 二格是十八 好 我们看一下 1981年的二月五号 所以说生肖属姬的 心友 心友 庚 庚乙 好 家乙 好 各位朋友你要注意一下 你要注意一下 你自己的 你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要注意 这个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夫妻宫的位置 夫妻宫的位置 这个夫妻宫 这两个不能相同 相同的话 代表你的 这个相同的话 叫做什么呢 叫做夫妻 夫妻宫 重现 出现一个 所以说这个对婚姻上有杀伤力 有杀伤力 所以说假如有这个的话 你在婚姻感情这一块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这个一样的 因为 因为你是假引命的 注意 假引命的话 大部分都靠自己努力 自己努力 自己努力 自己努力的 所以说 比较没有 这个父母方面的帮忙 这个事情靠你日后 所以你出外发展 比较好 那因为你是假木的 假木的人本身心地很善良 但是 会照顾人家 而且本身企图性也比较强 因为是一个老板格局 所以 这个个性还蛮直的 那你不喜欢被人家管 因为你是假木 而且你是深墙的 深墙呢 这旁边有一个七萨 这个七萨是偏官 那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正官 所以官萨是比较重一点 但是还好你身强 所以说 经过你的努力 经过你本身的学历 专业的提升 你不错的 你建年三十八岁 那三十八岁的话 用这个正宏可不可以呢 因为刚刚讲过了 你这个总格 总格是先吉后凶 就是说好的开始 但是到最后是不好 然后再看 你这个是二十八话 正宏这个是二十八话 这个代表说婚姻感情有问题 所以婚姻家庭这一块 本身来讲有问题 刚好你的八字 又是出现两个夫妻公 那你就要特别注意 然后再看清楚一点的话 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格局中 婚姻公位叫做财心 财心都暗藏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说你本身来讲 你婚姻本身来讲 要很小心去维持要注意 而且这个夫妻公也破 所以说代表说你取这个八字 并没有配合到 这个八字并没有配合到这个名字 那同时呢 这个鸡啊 鸡不小心这个水 叫做落汤鸡 鸡跟鸡叫做自行 所以说你的这个名字的财观 比较弱一点 所以说比较容易遇到小人 或者蛮辛苦在做 但是老板未必看得到你 就是说这个红 叫做自行 所以这个也在告诉你说 你要注意下半身的毛病 要注意肾啊尿酸啊等等 这个要注意一下 但是因为这个是 因为你这个正的话 有没有 正这边这个是 这个是龙跟鸡 是六合 所以说人际关系不错 这个有三合 这个虽然提手房 因为手是抓鸡 所以说被老婆控制 但是这个控制的话 看好还是坏 基本上不能讲凶 只是说 但是一般来讲 鸡 鸡被手抓到 那当然都被控制住 所以说你可能 不能花费还是怎样 所以在选择配偶上面 你一定要很谨慎 好 我们继续再来看 下一个 所以我们的好朋友 帮我分享出去 在我的主页上面 跟我按赞 分享出去 然后我们再帮你批算 希望你能够好名好运来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位朋友本身是 看一下 陈淑分小姐 耳东陈 淑你的淑 芬芳的分 这个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淑女淑 这个芬芳的分 加起来 我们很快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17 人格是28 地格是22 好 你有看到吗 这个名字 一样 帮人家打江山 付出多回报少 就是什么 得名不得利 大家认为说 你不错 可是得名 但是没有得利 利益没有 所以说这个 这个本身来讲 就不够好 可是我刚讲 付出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有凶 你最大的问题 成熟分 这个 这个是凶 这个凶 代表换小人 这个凶也代表婚姻的 一个问题 所以婚姻上面 会出问题 所以婚姻是不利的 这28话 女生28话 都要小心 很聪明 人际关系不错 但是很可惜 痴心有几个 然后而且 你这个是金 金去刻这个木 所以代表 代表什么 代表你本身在讲 你可能要求你的孩子 你要求员工 可是 孩子可能达不到你目标 所以你会很烦恼 会很烦恼 这个是 那因为你生肖 本身来讲是属这个 这个属马的 所以说你是1978年的 我们看一下你的八字 是物 然后丁士 然后庚姻 好 所以说你这个 庚是属于金 所以你是金命的人 庚的人就是非常 非常正直 非常正直 就是说 正直向关公 你不喜欢占人家便宜 那人家也不想 人家也不想 人家占你便宜 所以说你是非常正直的 所以很有公益的 因为什么 因为金是属 义气的义 义气的义 所以说基本上 这个 这个就是告诉你说 你本身来讲很正直 不错 不过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这个地方 是有行客的东西在里面 有行客 所以说 夫妻感情这一块 要注意沟通上的问题 还有家里方面的家庭 把它顾好 那你就没有问题了 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 这个不错 这个地方是 这个是正观 女生的正观 在这个地方 对你来讲 当然是一个好事情 好事情 但是 但是你是属于深弱的 女生深弱没有关系 所以你的五行需要 需要用那个 这个 水啊 所以说你喜欢水 所以你多穿蓝色 蓝色啦 黑色的啦 衣服啦 对你来讲是好事情 当然白色好不好 可以 白色金色银色都适合你 那 这个俗分 这个名字就是不行 因为这个是修 刚讲这个 这个人格28是修 这个也是修 那 那因为你是生效属马的 马呢 马不喜欢用水 因为这个水 所以让你很心烦 烦恼多 因为这个水 代表老鼠 老鼠跟马是正充的 所以说 心会很乱 而且 无形中也会 容易换小人 所以你这个俗分 这个俗不是很好 所以你要注意了 就给你参考一下 好 再接着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 下一位朋友 所以请大家 跟我分享一下 希望 有你的分享 希望更多人知道 我们的这个 这个直播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名字 透过八字 来 来告诉大家 你的缺点在哪里 希望经过这个缺点 知道缺点 我们就把它改进 所以说 我们知命长运 我们知道名字 知道命运 然后呢 不好的东西 我们给它改良改善 那好的东西把它发扬 就是 所以我们 我们的朋友 帮我分享一下 OK 好 我们再来 再来看 这个是 菜心 因为菜本身来讲是 菜是17话 这个菜心秀 菜心秀小姐 好 这个秀是7话 心是8话 我们看一下 加起来 这个笔画素是OK的 我们终于看到一个笔画素 不错的 看一下 这个是15 所以这个笔画素是完全对的 来看一下这个笔画素怎样 好 通通都是极的 我们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这个本身来讲 笔画素一定要都是极的 他的人生中会比较顺 他真的全部都是极的 那五行呢 这个是金 这个是土 这个是土 土跟土是相同 土跟生是相生 所以生又是笔画相同 所以这个名字的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 蔡小姐是1994年的10月1号 所以他 所以生下属狗的 这个是假虚狗 然后回友 然后再来 这个庚山 所以 跟刚刚那个朋友一样 你是属于庚 庚庚精密的人 所以说 庚精密的人很正直 比较 不拘小节 所以说 讲话就直接就讲了 所以蛮直的 那也代表说你的正义感 所以你不喜欢占人家便宜 那 希望人家也不要占你便宜 所以说你本身 讲话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你太直了 那性格上会比较强一点点 为什么你会强呢 因为这个是金 这个也是金 然后这个你是金 所以你的身比较旺 身旺的女生 当然她个性上就会比较强 但你要注意 注意一下 你看你的婚姻要小心 为什么要小心呢 因为这个 这个是你的三观 这个 这个是你的三观 这个是你的什么 结财 所以说业住有结财 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 在什么 在这个 理财上面要加强 业住有结财 代表你跟你父亲的关系 副动性不够 所以你要多惯心 这个父亲 非常重要的 这个 那再来 所以说这个 这个在感情上面 你要注意一下 在婚姻感情上面 要很注意 那狗呢 狗是不是 狗用这个武器可以吗 狗逢一个人可以吗 OK没有问题 所以你的人际关系 用这个心很棒 就是说感情 人际关系都不错 但是 这个 狗就不喜欢这个五骨 再加五骨 因为狗是吃肉的 所以你的财观变弱的 你的下半身会比较差一点 你会腰酸 会什么 筋骨比较弱一点 所以肠胃吸收 或者妇科方面要注意一下 因为狗不喜欢吃五骨 他喜欢吃肉 所以说这个 秀就是你的缺点 所以你生肖一个好 一个不怎么样 但是整个名字还不错 那你八字 婚姻感情要小心 给你注意一下 所以一定要跟 爸爸妈妈 要多关心他们 你就能够改变命运 因为我告诉各位 百善真的孝为先 我在马来西亚已经第十年了 今年是第十一年 我看看很多 孝顺母亲 行善积德的 他在八字中 竟然能够转运 所以说我常常 常常跟我的朋友分享 说哪一些人 他真的 能够改变命运 我们看得到的 明明他的 他的财路 明明他的婚姻 明明他的 他有灾结 重大的灾结 竟然能够躲过 那追究其根 就是他有行善 他能够孝顺父母亲 所以希望这个经验 来分享给大家 好 我们接着 我们再来看 在看下一个之前 我跟大家来做一个 风水的分享 有很多人喜欢看风水 因为我们讲 一命二印三风水 四姬德五读书 那风水 风水当然我刚讲过 有这个阳宅风水跟阴宅风水 阳宅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住家 公司工厂商店 这是我们的阳宅风水 那通常来讲 我们有一些朋友们 应该讲大部分的朋友们 很怕说 我请一个风水师去啊 结果 要打这个 要敲这个 要弄这个 哇 不去 不叫气还好 叫下去以后呢 花了十多千 二十多千 三十多千 其实 不需要这样做的 因为风水是讲方位学 我们最重要 我们在讲这个 我们风水里面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 风水怎么样 来做呢 第一个没有 第一个一定要配合 配合宅主的家人 宅主跟他的家人的 这个深层八字 来布他的局 很重要的 然后呢 然后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配合好之后 配合 然后他的风水的一个礼器 好 风水 因为风水礼器是各家各派 这个风水礼器有什么呢 一般我们讲说 有这个全宫国宝 是说 收先天水 旺人丁 收后天水 旺财 旺漆 这个是 这个是 水的流向 第二个就是说 哎 我这个 玄宫飞机里面呢 我这个门 一定要开在 这个八跟九的位置 为什么 因为那是旺气门 因为这个大门 大门口的这个 这个门口的气 假如是旺气的话 你收进来之后 你的财官会很旺 你事业会很顺 所以很喜欢 这个门一定要收旺气门 还有就是说 这个 这个门仓位在哪里 假如门仓位做厕所了 怎么破解 其实不难 门仓位要破解他 其实 假如万一说 门仓位做厕所了 你就把怎么 你就把这个厕所打扫干净 然后记得 就是说不要 不要太脏 然后给他有亮 给他灯 点灯 让他亮起来 然后再加上用门仓笔 或门仓打 放在补墙 的孩子的这个 看哪一个孩子中到 你拿这样的话 他就能够改善 那假如说 今天来讲 今天来讲 你的大门 没有大门 大门是摔气 大门假如摔气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们可以用其他东西来化解 比如说 我们可以用 我们可以用 我们可以用水 可能用水车 用鱼缸 因为水以摔为旺 他就能够旺起来 假如说 气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什么 其他的开窗 电扇 冷气 来补救他 所以不要花太多的钱 那你颜色不对 我们可以用灯光 或者是 或者用其他的 比如说 招财的水晶 或者是 颜色 盆栽 来破解 所以不需要花什么大钱 非常注意的 但是我在这边要讲的重点 就是说 在我们的洋宅里面 最重要就是客厅 因为客厅 我在强调 客厅非常重要 它是宁记那个亲情的地方 所以客厅一定要给他 给他本身 给他能够看起来都非常的舒适 灯光非常足够 然后每个家人都喜欢到客厅来 那这样的话 你的感情 感情 亲情 就能够拟记 因为客厅是 一个整个家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所以假如你布局的好 那你不但宅主 就里面的男主人 他的事业 会更顺 那家里的亲情 更好 所以非常重要的 那通常 这个客厅 就是说 要注意一下 他尽量要靠这个门的地方 不要 这个门 大门走进来 都先走进去那个厨房 这样其实是不好的 那自己说客厅 要 形状应该是正方形的 或者是说 他是属于 就是长方形的 也没有关系 这个很重要的 客厅一定要明亮 因为客厅要明亮的话 对宅主 有很好的财观作用 而且气循环得很好 所以 那再加上 客厅要摆一些 一些字画 艺品 这样的话 怎么样 或者是盆栽 让他生气薄薄 但是盆栽 摆一两盆就可以了 不要摆太多 摆太多的话 会阻挡这个光线 这个就不那么好了 那要注意一下的东西 客厅有一个柴位 这个柴位 千万不要放垃圾桶 这个位置 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通常 这个柴位 一般我们知道的柴位 是这样子的 假如说我的门在这边 这个是 这是我的客厅 客厅 那要注意到 这个门的一个斜对角 最远的这个地方 这样就是我们的柴位 所以柴位要放柴库 柴位要放聚宝盆 柴位要放盆栽 柴位要放盆栽 柴位本身来讲 可以 可以放这个 我刚讲 就跟 所以聚宝盆之外 水晶 水晶 这个紫水晶也行 或者是 这个盆栽 开印竹 这个不错的 让它能够蓬勃发展 但是千万不要放什么 千万不要放这个垃圾桶 那就不好了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请大家 帮我分享出去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来跟我按赞 来分享出去 那我们赶快 来跟大家 批这个八字 所以要注意一下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 希望 我们知道这个 老祖宗的智慧 那非常的非常棒 这个柴位还很多 他假如在认真在讲的时候 因为我这样要提到而已 第一个 他要清洁 他一定要清洁 第二个 他一定要晾 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晾 因为才会晾 代表他的柴很旺 第三个 第三个 他不可以放水 既放水 因为水有把柴神放进去 不行 还有 不可以放有刺的 像玫瑰 像仙人掌 有刺的植物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有刺的植物是不行的 第五个 第五个 不可以开窗 开窗 才就是落光光 那对 然后再过来 要是一个直角 要是一个直角 这个是一个直角 要是一个直角的东西 才不会有破 不然才会有 直角 要直角 不可 开窗是不可以的 不要有刺的 要叶子大而言的 这样来吹柴 那至于说 他放了什么东西呢 放聚宝盆 放皮修 放开印招财龙 还是放纸水晶 还是放植物 叶子大而言的 像黄金格 像发财树 都可以的 记得 一定要清洁 亮丽 这样就对了 就希望 我们的朋友 听了以后 赶快把财位步一步 让你 这个 不然财能够聚 又能够招来好的一个财运 好 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 我们看一下名字 来 我们跟大家做分析 来 这个钟 小慧 来看一下 这个钟 为什么这个钟 比较特别 一般的钟 都是 一般的钟 是这个钟 这个钟 这个钟是二十话 谢谢你 OK 这个小 这个小 小四十六 这个慧 来 我们看一下钟 小慧小姐 来 这个 名字 我们帮你 名字方面的话 你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有点凶的地方 在这边 要特别注意 因为三十六的话 这个数是凶数 这个注意 这个地格 地格是三十一 因为三十一 三十一 所以说你的名字 五行被克住了 五行被克住了 很可惜 这个 然后加起来是五十一 先及后凶 五十一 五十一 总格呢 有这种 总格 五十一叫先及后凶 要注意一下 还有女生 要注意一下 不可以用这个 尽量不要用小这个字 为什么不要用小呢 因为这个小 日姚小 这个姚 我刚讲过了 我们名字的姚不能用 这个顺 尽量不要用 还有什么 雨 这个康熙的熙 尽量少用 还有圣人的圣 尽量不要用 你 所以就是小啊 除了你的八字很强 我们再看看你的八字怎样 不然会影响到这个婚姻画面状况 我们看一下你是1984年1月24 所以你是 你其实你是生肖属租的 因为你没有超过2月4号 没有超过2月4号就是这个 好 你要注意一下 你看一下 果然你这个要注意一下 你的婚姻上受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定命的人 定的人就是蜡烛两头烧 所以说你本身呢 你能够帮助别人 你有第六感 但是你都是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做事 所以说这个要稍微注意 要广结善言 多听别人的比较好 所以第一个印象 你不好 你就可能就不要了 因为你今年36岁 所以说 是没有 就是说 假如有先入为主在做事的话 有时候真的会比较吃亏 那你本身来讲 是蛮会关心别人的 蛮不错的 这个这个丁火 可以多拜拜 不管你是拜佛 或者是上教堂 其实都是不错的 都很好的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 这个地方叫做劫财 所以你日座劫财 你的钱就很容易不见 但是你先天上 钱财不见了 那我发现说 你的你的气全部被磕到了 你今年36岁 还是还是在这个地方 还在这里 所以说你36岁 对于婚姻有杀伤力 对你的财官有杀伤力 所以婚姻财官皆不利 要注意 这个要很注意的 他包括还有雪光意外 所以要注意 交通方面的注意 那总格是最后的结果 就是说 就是说怎么样 就是说 每次啊 每次要得到什么东西 要谈什么生意的时候 到最后结果呢 他说就是什么 好的开始 就是不好的一个结果 这个要注意的 那这个叫猪 猪不喜欢用日 日的话 都是替人家牺牲护猪 因为猪见到日 在拜庭公 就牺牲护猪 所以说你这个 你这个看起来 为老公牺牲 为朋友牺牲 这个但是呢 未必得到好处 所以说这个小 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你说会呢 会呢 有事业 有事业 但是心肉猪不吃 所以说 帮人家打江山 付出比较多 回报比较少一点 那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最主要心啊 心要放开 因为是日咬小 对你的会有自循环 会有压力 在跟老公之间的相处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要多沟通 多惯爱对方 来破解他 所以说这个就告诉你说 还有你的钱上面要注意 你是属于 你本身来讲 你是有肉财的现象 这要注意的 好 这个给你参考一下 所以请各位朋友 帮我分享一下 在我的主页上按赞 然后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来认识我 好 我在这边 还是要介绍我自己一下 有一些朋友 并不认识我 我叫黄春琳 我目前是担任 这个马来西亚的全球益金风水命理学院的院长 我本身也是这个 台湾的东方益理哲学教育研究会的现任会长 我有三十年的一个风水命理经验 那我本身毕业以台湾的佛光大学未来所硕士 我也是中国 中国这个天津南开大学的经济所硕士 那我本身有出版十本书籍 这个十本书籍可以各大 尤其是今天所介绍的行煞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这个我出的书籍 揭开阴阳宅的真面目 这里面就有讲到说有露冲 这里面有几个 你看你看图片都知道 这个有露冲 死相 还有其他的电感 那些煞气是会刻意什么事情 还有这个 这个叫阳宅一百煞 就是有阳宅一百煞气 里面的煞气到底是怎样 怎么样破解 那我的笔名 我的笔名叫做天机善人 这野贤善人是我的一个朋友 就是我们同行 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我是叫天机善人 你看这本书 再看清楚一点 这个 这个是天机善人 这是我出的书籍 我把它稍微翻一下给大家做参考 这个是我本人的 这个是我本人的 翻开来后发现有证书 那证书是写我的证明 但是我的笔名叫做天机善人 所以欢迎各位朋友 能够有没有参考我的书籍 当然就是说天机善人是我 那本身我本人也跟朋友 跟我的好朋友合注了一本书 叫做实证八字秘理学 这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经常讨论这个八字 所以我们共同的一个信念 说我们合注一下 这个 这个是在武林书籍 那个台湾 台湾最大的一个这个武术 就是卖秘理风水的叫做 叫做 叫什么书籍 叫什么书籍 武林出版社 武林出版社 各大书籍都有卖我的书 给大家参考 当然还有这本 开印大法 就是怎么样安公骂 还有里面的怎么样的一个 这个开光等等 这个秘诀都在这边 参考一下 好 就是我出了总共十本书 十本书 以后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我们下一个朋友 请各位朋友 把我分享出去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知道说 我有这样的一个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 当然假如说你对于这个风水上有一些疑问 你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平台里面的下面留言 看你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有时候需要正确的解答 有时候听别人讲 不准的 听我们比较有经验的 或者我们讲说我们自己本人有这个有研究 那跟你讲的这个资讯会比较正确 希望不管你有什么风水的问题 名诊的问题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希望你把分享出去以后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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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的名字 性别 跟那个杨丽的 这个出生年一日 留在那边 我们帮你批算 好 接着我们现在来看看 下一个 这个是 谢贵华 这个小姐的 我们看一下 谢 谢写的谢 是十七 这个贵 贵州的贵 是十话 中华的华 是十四话 我再强调一下 姓名学所有的笔画素都是 都是看康熙字典来的 所有的简底字都要变成 这个繁底字 因为这样才会做 那用的时候都是可以用 这个简底字的效果一样的 简繁底效果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 好 我们看看 这加账是总共是 这四十一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名字 到底好不好呢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它是不错 它是疾 这个是疾 这个也是疾 但是这里是凶 所以 这个谢小姐 你今年四十四岁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人格本身是这样 让你的婚姻感情会有问题 所以说在夫妻方面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婚姻方面要注意受挫 所以说夫妻之间的沟通 一定免不了的 一定要多注意的 在这个二十七话 第二个 这个二十七话的财官比较弱 所以说你的钱赚到 要想办法把它守住 因为你的财 你的财比较容易流失掉 财来财去 而且这个字 这个会容易换小人 所以二十七话这个数 尽量不要用 而且这个 孩子这个地格来克人格 所以说你本身来讲 这个为孩子牺牲付出很多 所以说你是一个很好的贤妻良母型的人 但是你的名字中的财不够忘 这很可惜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本身是1975年的 那你是生肖属兔子的 这个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你的八字 是这样的 所以你是属于什么木呢 你是属于乙木的 乙木的乙 所以说你心地很善良 不错蛮不错的 你是乙木 因为乙是属于 就是说非常心非常词的 怀印都不错的 而且本身来讲 你的能力也蛮好的 所以说 但是你适合幕后工作 你不可以做幕前工作 你是乙木的人 心地很善良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刚刚讲说 你的婚姻工上有点问题 这里也出现叫做三观 女生夫妻工不可以做三观 做三观的话 在婚姻感情这一块 就会比较苦恼 比较有问题 所以说你这个 夫妻方面 一定要多注重一下 夫妻的感情 这块感情 比较容易有这个 有这个有问题 所以说 要多关心关爱 多互动多沟通 来扑解它 就没有问题了 那自己说这个 所以说 到最后好不好 当然会好的 没有问题 因为正观在这个地方 蛮好的 所以给你参考一下 因为你是兔子的 兔子人本身来讲 用这个柜是没有问题 这个是木 兔子喜欢木 这个土呢 是一半一半好 一半弱 所以因为土 因为兔子属木 但是这个柜还不错 还可以 可以用的 因为兔子也喜欢土 所以说它整个家贾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华是草原 所以没有问题 有人讲说华里面藏蛇 其实它是一个草原的东西 所以是很好的 最主要是 你是出在谢贵 家贾二十七是凶的关系 所以说 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婚姻 还有在钱财上面 一定要把这个钱留住 也就是说要多储蓄 多理财来破解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余 七话 余俗 余俗贤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余是七话 这个贤是俗五话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 把它 写起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十九 请我们朋友可以帮我分享 让更多的朋友 能够知道 我们在批算这个名字 而且有讲解到你的这个八字 我们看一下 这个余小姐的是 1978年8月15号 所以是属于马的物 更生 这个极有 所以余小姐本身是极土命的人 极土命的人本身来讲 个性上比较强一点 你很聪明 然后因为极土的话 你是土命的人 所以说这个土代表信用 所以你对朋友方面 大运朋友的事你都会做 很好的 能力很好 但是问题说个性上 会比较强一点点 就是内刚型的个性 有点怀才不遇 所以大部分都是付出比较多 都帮别人打江山 或者帮别人的事情比较多 那你有看到吗 你这个都是属 这个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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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的金太旺 卸掉了 所以你身体一定要注意一下 但是最重要不是这个 最重要你要注意 因为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你的三观 这个也是三观 这个也是十神 所以三观在夜柱上面 对你的婚姻是有杀伤力的 所以婚姻方面的话 你要注意是不利的 那不利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你这个 到底这个名字怎样 结果这个名字 这个是胸 这个是胸 所以很可惜 你这个名字的 这个人格的 人格的胸 跟地格的胸 都会影响到婚姻 所以代表说 你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你没有配合到八字 你的八字是三观 所以就中了 所以要小心 这婚姻是不好的 还有你的钱一直漏光 还有为孩子牺牲不住 所以你身体要不好 每天花精神在孩子身上 就非常辛苦 那什么东西 你都是亲力亲为的 因为这两个的胸 都是亲力亲为 什么东西都自己做 哎哟好辛苦喔 然后你总格又胸 做到最后 最后就是别人的 因为总格是最后的结果 所以你看你的名字 就是跟你的八字没有配到 这很可惜 所以说第一件事情 把家里弄好 家里的亲情 婚姻关系弄好 然后再加上你后天的努力 来改善 尤其你的个性上 不要太执着 心要放开 那再加上你本身来讲 你的乐观 你的正能量 那整个家庭就改变了 你的运气也改变了 记住喔 这种三观一定要跟 要多跟爸爸多接近 然后跟你的配偶要多沟通 那这样你就能够破解 这个名字跟八字带来的一个 这个负能量 好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我们再看一下 希望朋友帮我分享出去 希望朋友的分享按赞 鼓励我 我们继续向前进 我们希望服务更多的人 希望更多的朋友 看到我的直播节目 名字来做分享 跟他需要的八字 所以有时候你去问人家 人家也不见得 会告诉你八字属什么 你八字里面什么 你的名字到底是怎样 也不知道 但是不要紧 你来看我的节目 你有分享 按赞 我们免费来跟你批算 我们节目继续做下去 所以你一定有机会 给我批算的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 来认识自己的名字 发扬我们中华的文化 来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 张晓 这个张晓慧小姐 来张十一话 小 这个小 这个小是十三话 慧 这个智慧的慧 十五话 来 所以我们在发现说 我们的名字 集的不是很多 这个要注意一下 名字本身来讲一定要集数 因为集数的话就比较平安 你看又出现一个二十八 二十八在地格上面就是婚姻感情 家庭硬度会有问题的 这个婚姻 还有家庭亲情 受挑战 不利 不好 还有为孩子 为孩子牺牲 为孩子 再付出牺牲 这个辛苦 非常辛苦 这个加起来 是三十九 我再强调一下 张小姐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性命学中的女生 不可以用三十九话这个数 因为三十九话本身 就是属于凶数 就是属于凶数 所以说对婚姻有杀伤力 所以说 所以说你看 你看一下 你这个家庭运有问题 那你又带 这个孤独之数 三十九 所以说你的名字上 你一定要 就是告诉你说 在婚姻家庭这一块 你一定要用心 除了 所以工作之宜 一定要把家庭顾好 那你就能够破解这样子的 那这个 这个你是一九九五年的 所以 我们看一下 你这个 你是生肖属 这个猪的 这个丙须 然后脊亥 所以你是非常 这个脊啊 甲乙丙丁的这个脊 这个脊就是土 所以说你本身来讲 是蛮有信用 所以我们对朋友蛮信用的 所以你要注意 不要随便答应人家 因为答应人家 你就会去做 可是呢 是好事情可以做 想不好的事情 你答应他 反而自寻烦恼 这个 这个几土 土的人本身来讲 是不错的 因为你很容易照 照顾别人 可是 几土的人 比较怀才不易 都是帮人家打江山 比较多 那你比较适合 这幕后工作 也就是说 你比较不适合当老板 那 我们看一下 你的格局中 这个 这个是你的正印 正印在这里 这个正印是你的用神 所以你要记住 你要多穿红色 混红色的衣服 这个 对你来讲 是正面的 然后呢 这个苹果是正印 正印代表说 你本身来讲 有长辈贵人帮你忙 所以你更要尊敬长辈 你一定要孝顺父母亲 对你的这个 这个长辈啊 你要多联络 因为他都是你的贵人 这爸爸老师也是哦 那这个生肖属猪的话 用这个这个主 这个主属木 还可以 所以婚姻关系 这一块的生肖鞋 是OK的 但是啊 这个猪见到人就被吃 所以说 有时候换小人 所以你教啊 要注意啊 要防止交损友 所以你朋友后面 要注意一下这个 所以交损友 那这个会里面哦 这上面是栏杆 栏杆株被围起来 有的吃 所以说事业上 还是不错的 这是倒地山 倒地的山哦 猪啊 没有问题啊 猪啊 山上的猪啊 山猪都可以 但是这个新肉 就是财不见不见的 所以你的钱啊 很容易不见哦 或者是你你这个很努力啊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四倍公半哦 这一点你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哦 所以这个这个名字上面 你会有贵人帮忙哦 所以说哦 这个多做善事 行善基德 冥冥中哦 这个因为正印也是代表神明哦 神明啊 能够冥冥中的支柱哦 的帮助哦 所以说这个要加油哦 好 我们再继续再来看哦 这个哦 萧为淫哦 看一下来 这个名字 萧 是十八话 萧是十八话 哦 这个萧 萧 萧本日呢 十四话 萧 萧是哦 这个十六话 哦 我们希望哦 朋友哦 帮我分享出去哦 在我主位上按赞 哦 我们大家哦 那我开播直播的时间 哦 你就看得到 然后你本来讲哦 又能够哦 哦 又能够帮助朋友哦 来来帮忙哦 看他的名字吉凶哦 所以说其实你分享出去哦 其实你也是 哦 也是 对他们好 是一种是一种什么 啊 就是说也是一种善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朋友知道说他的命 怎样 那名字怎么样 啊 针对缺点哦 来破解 这也是一个善事的行为啦 好 来 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四十八 好 我们看一下外格是怎样呢 哦 这个是十七 好 那因为这个 呃 萧小姐是1990年的 9月17号 所以说1990年就是 嘛 宜宜宥 好 然后宜宥 好 你看到了没有 欸萧小姐你要注意一下哦 你今年29岁 你在选择 呃 这个老公的时候 叫男朋友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你 你这个叫做自行 自己行客自己哦 这个 这个婚 这个是你的夫公 你夫公从户两个 代表说 你有婚姻上的危机 所以说 在八字有婚姻的危机 就是我们在找 呃 男朋友方面 我要很理性 就最好 呃 身教之前给你父母亲看过 呃 或者长辈看过 呃 给了长辈的提议 所以对你哦 可能会有一个逢凶化吉的作用 好 所以说这个名字 呃 不是那么理想哦 然后你你你本身来讲哦 这你是以命的人 以啊 以目命的人 因为因为以目的人本身来讲 心地很善良 哦 而且你怀疑很快 哦 但是哦 但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哦 你你本身呢 怕选错 选错 丈夫 所以说你在 呃这个交男朋友过程中 哦 他的一个个性 他的学历 他的背景 他讲话方面 能不能跟你契合 他是不是很关心你 是不是很爱你 哦 等等这些条件 哦 一定要合了之后 我们再来考虑 是不是啊 就是说深交的问题了哦 所以说哦 古人讲啊 相爱容易啊 相处难哦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很慎重哦 来啊 来这个 来化解 所以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你适合 以目的人适合业务 啊业务 所以说你本身际关系不错 蛮好的 心地很善良 但是婚姻这一块 请你要小心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萧维营哦 来 因为马啊 马用这个武器哦 战马很好 啊 这个营下面有个五骨 啊 马吃五骨很好 这个叶是代表什么 龙 龙马精神很好 所以说你这个营对马相当棒 所以财官哦 财运 跟事业运哦 财官运哦 都是好的 那这个围呢 哦 这个围本身来讲哦 就是说 因为这个围里面有个鸡 鸡通常一个人 就是彩衣 所以说在婚姻这一块 会比较弱一点 啊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鸡属金 啊 鸡属金 这个这个属火火克金 所以婚姻上面哦 是比较弱一点 然后你看你家庭运也比较弱 因为地隔哦 地隔这个位置是代表家庭方面的 还有员工部署的地方 也是代表你的你的那个钱啊 财户啊 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下哦 哦这个呃家庭运作 你自己要加强哦 跟呃家庭跟呃 丈夫跟孩子之间的一个互动关心哦 亲子关心要加强 那员工部署 你可能要训练他哦 然后呢 哦财库 你要加强你的这个存钱 理财能力哦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哦 哦 所以说这个名字哦 大体上哦 地隔是个凶啊 那其他这个三十二话是不错的 可以哦哦 这个是逢凶化级有贵人帮忙的哦 哦就是说遇到什么事也能够破解 但是这样整个看起来还是属于婚姻上哦 哦有瑕疵 所以哦 希望你能够哦 把家庭弄好哦 训愿哦 天向有钱人都成中成见属 希望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快乐啊 美满的家庭哦 好我们继续哦 再来看哦 哦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朋友帮我分享出去 哦我们是 我是很诚心的哦 来跟大家哦 呃做一个结言 所以说哦 哦就是哦 不断的跟大家来 来来这个讲这个东西 讲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命理 跟跟这个姓名学哦 我希望我们的朋友哦 能够哦 分享出去哦 让你更多的朋友知道哦 进来哦 然后我们来分析哦 你的名字的才观印哦 提供一个资讯哦 对他未来啊 一定有正面的一个帮助哦 这也是一种哦 这个一种一种另外一种善啊 我们讲说哦 八千四百法门哦 这这其中一个法门哦 就是 来我们继续哦 再跟朋友哦 再来分享哦 下一个哦 好 好 来我们 我们再来看哦 这个是红哦 这个红 红十画 好来 剑啊 剑啊 这个是十一画 红剑成 先生呢 成是十二画 好哎呦 我们看到一个哦 比划数也是很好的哦 天格十一 人格二十一 地格二十三 啊 总格啊 加起来哦 是三十三 啊 男生三十三 是没有问题的 女生三十三 啊 就比较会有问题 我看一下1976年的8月23号 所以说是啊 丙禅啊 丙生啊 啊 这个丁位啊 所以啊 这个红先生 你是属于哦 你是属于哦 这个火命的人 丁火命的人 哦 所以燃烧哦 因为丁火是蜡烛 哦 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但是这个丁火有个缺点 就是你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所以做任何事啊 尽量不要先入为主 先啊 先了解整个状况之后 再来考虑 不然很容易哦 因为先入为主 哦 你就会有时候 会判断错误哦 所以说希望说 这个这个 因为你是丁火命的人 所以你蛮会照顾人家的 哦 因为你是燃烧自己嘛 像蜡烛一样嘛 哦 所以说蛮不错的哦 但是只是说 要注意 丁火人个性上 也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你有时候 会比较主观一点 个性会比较强 所以说 要稍微注意一下 哦 那因为你本身在讲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本身在讲 哦 都是急的哦 五行本身在讲哦 五行也是相生的 不然是相同的 所以说这个名字不错哦 整个笔画素五行的不错 但是哦 哦 切在哪里 生效 因为龙哦 龙不喜欢哦 这个什么 不喜欢这个蛇啊 因为龙剑蛇降格 哦 所以说你啊 这个箭啊 就是就是 柵欄 哦 就是就是柵欄 所以说 哦 人际关系啊 不够强 人际关系不够强 这很可惜 就是说你的生效血 会让你人的关系不强 那这个 哦 那你这个 结婚 就因为你是 已经四十三岁嘛 你要多尊重老婆哦 为什么尊重老婆 哦 因为龙啊 人是龙的传人 但是龙在天上飞 看人是比较渺小 那什么意思呢 哦 代表说哦 你本身在讲哦 就是说对老婆方面哦 哦 就是可能她的意见 你不甩她 他讲什么 当妈腻东风啊 就直接哦 就就就 左边进 右边就出了 所以说你要注意 夫妻方面呢 要多尊重她 多关心她 哦 那你的婚姻感情 这个贱就没有问题了 那自己都交朋友方面 因为你朋友比较降格 所以朋友对你的助力哦 不够强啊 不够强 没关系啊 不够强靠自己啊 哦 对 我们讲说 你能够自立自强 那是最好的 哦 那再过来 这个城啊 也是弱的 因为这个和 因为龙不喜欢五谷啊 那龙不喜欢这个口 这个口小口 因为龙不是那个蛇 所以说有口 变成说事业哦 会有阻碍 所以变成说你这个名字 本来是不错的 结果生肖血哦 不太对位 所以哦 这能量有点降低了 好可惜哦 所以事业方面变弱了 哦 因为啊龙根本赚不过这个口 这个是事业 那这个这个任啊 这个任是一个偏财位 所以投资上面还可以 可是呢 财赚的不是很多 事业哦 要发展会遇到瓶颈 哦 这个就是你的缺点哦 那你有看到吗 你看你这个这样都是劫财哦 哦 我们要我们要告诉你说 这个劫财太多了没有 因为劫财本身是这样 因为劫财会克正财 克什么呢 偏财 所以你跟你的父亲 跟你的老婆 这你要对他们好 哦 那这家庭亲情一定要做好 而且你的你不能赌博 因为你的名字是属于正财 所以一分跟你一分收获 你没有偏财 虽然你名字有偏财 可是呢 整个大格局全部都是劫财 所以说 靠你自己的努力 你就能够成功 记得一分跟你一分收获 脚踏实地 这样的就能够成功了 今天 这个 所以哦 在最后 我要介绍我自己 我本身来讲 我是有三十年的风水命理经验 我本身哦 是马来西亚前九亿经风水命理学的院长 我本身也是哦 台湾哦 这个东方毅理哲学教育研究会的理事长 我本身 有这个十本的著作书籍 所以在今天哦 请大家好 帮我分享出去哦 希望你的分享哦 这是我们 最大的一个 我最大的鼓励 我最大的哦 那要记住一下哦 我们在节目中哦 最后哦 一定要跟大家哦 勉励的哦 以我三十年的经验哦 我告诉你 我看过成天上望的命格哦 他们哦 大部分的人哦 都是行善积德 都是孝顺母 而扭转乾坤的 当然有少部分的人哦 他是靠他的努力哦 他的那个那个哦 他的专业哦 打拼的 这个这个除了我们行善 但是专业哦 也是重要的 所以在这边勉励大家哦 行善之家哦 必有一庆哦 就跟大家勉励哦 在今天哦 节目最后哦 祝大家哦 这个身体健康平安 一切哦 顺利哦 在此哦 谢谢大家